歡迎回來 接下來的時間要交給少凱老師了 少凱老師呢 怎麼來看待今天的反彈呢 你覺得還有繼續的反彈行情嗎 我給你們一整年的規劃好不好 你們會覺得真的還假的 但是坦白說 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講說 你們想聽實話 還是那個 好 我們拿去年的來講好了 好 我們先看我的圖卡 我們看第一張 先看圖卡 好 這是去年 去年我對行情的規劃 一萬八千兩百三十二點 當時在一萬八千兩百三十二點 我就畫一個箭頭往下 那我這張圖什麼時候畫 我去年二月六號去上海 去大陸上海 去工作 那我被隔離了三個禮拜 那第二個禮拜很無聊的時候 其實我去上海之前 我就有跟那個前一家公司老闆講 我說去年臺股要走空了 他跟我說不會啦 大震盪而已 我心裡就笑一笑 我不想跟他爭論那個問題 那我到了上海之後呢 我畫了一張圖給我的那個臉書 的Facebook的那個所有的粉絲 我跟他們說 今年的臺股方向 去年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往下 結果大盤就一路的跌到多少 跌到了一萬三千點以下 這個位置是一萬三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一萬三 各位 你覺得技術分析有沒有用 看人用 我說我會畫線給大盤走 你們可能不相信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下一張 今年的今年的我也畫好了 這是今年這是去年 去年就從這裡跌到這裡 這是今年我十二月份開始上班 十二月份這是月線喔 我說先下來 十二月份十二月五號 這天是十二月五號 我上班的第一天我畫的圖 我把今年的圖都畫好了 這十二月份 好我們看下一張 好看有沒有下來 有沒有下來我是不是說先下來 先下來我說接下來會怎麼樣 會先上先上再下 那先上再下 這是十二月三十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卡 這是今年的一月份 一月三號 一月三號我說 當時大盤跌到這個位置 我說會往上漲兩千點 我跟你講會往上可能不信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當時因為電子很弱 電子很弱 我說誰帶大盤漲兩千點 來我們往下下一張看 這是電子指數 同一天一月三號 我說電子會重漲 冰幅帶動大盤再漲兩千點 好我們看一月三號 當時的位置看K線圖 看大盤的K線 來各位 這是電子的 先看電子還是先看大盤 一是一樣 一月三號在哪 在這個位置 這是電子的 一月三號在這一天 我講完有沒有漲 我講完就這個低點 就漲到這裡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大盤 一月三號在這一天 漲到這裡來 神不神奇 從這裡一三九八一 這裡是一萬四左右 漲到這裡 我說漲兩千點差不多啦 你不要跟我計較幾點 老師你不准你擦那幾點 那沒關係 無所謂 再來我們看下一張 對不對 所以說 對 所以我說往上 有沒有上 有吧 這月線 這到一月底漲了一千多點 我說還沒結束 還會再漲 二月會繼續收紅 好我們來看二月的月線 來繼續看 這是二月有沒有繼續漲 有吧 有吧 對不對 二月還沒漲 我說還沒結束 還會再漲 三月會繼續漲 來各位我們看一下三月 這是看我節目的 都是我的見證者 加入我粉絲團的 都是見證者 三月上個月 三十一號 我說已經進入末端 四月會結束反彈 會收黑線 我說不要做錯方向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月的月線 大盤的月線 大盤的月線 現在是日線 來放大看 各位 明天剩下最後一個交易日 黑的還紅的 黑的還紅的 黑的 黑的 好 來 各位 我們看回到我們的字卡 這個是不是我都事先講 是不是畫線給大盤走 好 所以未來的行情 我在去年的時候就畫給大家看了 我們看CG2 這是今年的行情 今年的行情走到這裡 後面這樣子 這真的會往下 有幾個關鍵 但是現在是在下這個出出上面 這個位置而已 所以我說你們手上如果套牢的 現在很重要 利用這個反彈怎麼去處理套牢的問題 趕快交給我 那當然後面有幾個 比如說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哪裡 這個我我會在什麼時候講 我會在這一次辦的那個說明會 所以我為什麼這個時候要辦一個線上的說明會 的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去年我在大陸 我沒辦法幫助大家 今年我回來了 我回來 我希望怎麼樣 當大家避開風險 那甚至避開風險的同時 怎麼樣 還能賺到錢 真的還可以賺到錢 真的 我說過臺灣股市有個好處 多空雙向都能做 但是大多數人在下的時候不會做 因為那是一個反市場的心理 那怎麼樣去看待未來的行情 包含未來有什麼樣的機會 我會在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 我很久沒辦演講的 大概有八年 這是我第一次的線上演講會 八年以來 對 八年以前的線上演講會 那會顛覆你人生的 對對這個市場的想像 那當然也是怎麼樣 也是另外一次財富從分配的開始 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要做錯方向 有興趣的掃描QR Code 掃描QR Code報名 報名我們的線上的演講會 好 那再來就講那個我們的操作模式 我說過了 漲我一定跟你講漲 有機會 我會跟你講機會 不是說沒機會 機會在這裡變少了 如果說你只會做多的 那如果你多空 雙向都會做 那永遠都會有機會 因為市場不是漲就是跌嘛 對不對 那我說過了 我三十年來累積的經驗 叫做兩套模式 一個叫右側 叫一個叫底部型態旋骨法 那好 下一張圖卡 我說股價他永遠在多空之間循環 那我們做的是這一段 如果對你做多的是這一段 做空的這一段 多空雙向都能做 做多的這一段開始走下跌的時候 你就不能買了 去年就是一個例子嘛 好再來 所以做多只選擇上漲趨勢 看下一張圖卡 簡單帶過就好 上漲趨勢拉回支撐買 支撐破了 就是你的停損 不要大虧 很重要 不要大虧很重要 做對了如何大賺 也很重要 好 那我們過去分享的例子太多了 從漢翔漢翔創意都有 這些都是標股 你去看看我跟你講的哪一檔不標 漢翔創意 對不對 雄師四店 對不對 都很標 台辦我跟你說不能買了 我前兩天有沒有跟你講 有吧 對不對 這個很多有很多 包含什麼 林群長了一倍 是不是 這個都是還沒漲四十幾塊的時候 就跟你們分享了 漲了一倍 是不是 所以會漲 我會跟你們分享 那再來 這都過去的 過去的 簡單瀏覽過就好了 所以我告訴各位什麼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現在手上的股票是怎麼樣 如果虧超過十趴 你這件事很重要 你一定要處理你的問題 你不要讓問題越來越大 你虧十趴表示什麼 表示你已經做錯方向了 然後呢 然後將來有可能變成二十趴三十趴 所以這個問題你要利用這個大盤 現在在反彈的時候去把它解決掉 行情我可以告訴你 這裡不會是低點 攤完繼續跌 這個我肯定的 肯定的告訴你 好 那所以說會賺十趴的是因為你方向錯隊的才有機會賺十趴 賺五十趴賺一百趴對不對 方向做錯的就是怎麼樣 從虧十趴開始 所以手中有持股問題的 如果不知道怎麼做的 掃瞄我們的QR Code 我說過了 能不能幫助你賺錢 是這個兩個字 不是你對基本面的認知 或者對產物業面的認知 這個沒辦法幫你賺錢 因為你最終要落實到執行面 你再好的基本面也有好的買點跟不好的買點 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再好的股票 你最終能決定你帳戶裡面的錢是變多變少 跟這個兩個字有關係 很重要 觀念一定要先建立起來 你聽我的就絕對不會錯 我是三十年的經驗 而是我是專門在打仗的 怎麼去打實戰的 實戰交易 我是真正做實戰的 所以有持股問題的 不知道怎麼處理 現在已經套十趴的人 特別記得趕快處理 你不要讓你的問題沒辦法處理 好那怎麼處理 我會幫你 那有上漲就有下跌 我說過了 只要是下跌趨勢 只有賣點沒有買點 然後我們來用一檔股票 來做例子就好了 我說過了 技術面不會騙人 技術面唯一能相信的 就是那個股價走勢 基本面會讓你大虧 會讓你套在高點 然後不知不覺越套越深 技術面不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張圖卡 這個是致遠 3035 對 各位致遠是昨天外資調降平等 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技術面的時候 你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看得出來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常講股價 他會領先基本面 股價他會領先基本面 那為什麼股價他會領先基本面 這裡就是一個反轉訊號 如果有簡單的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技術理論 簡單的技術理論 這三根黑K線這叫什麼 這三胎壓 三胎壓他已經是一個反轉訊號了 記不記得我前幾天跟各位講的大盤 四手黑盤 是不是道理一樣 我說大盤已經反轉訊號了 對不對 K線反轉訊號這個也是 那下跌 我說我下跌他沒有賣點 只有沒有買點 只有賣點 這個談起來 這個就是測壓力 這個就是給你跑的 很多人不知道傻傻的報 你等到外資調降平等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啊 外資要調降資源的目標價 那誰知道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你看股價就看得出來他有問題了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跟你們說股價永遠領先基本面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你們比較不會去跟你們談基本面那些東西 不是我不會講 因為那是一個怎麼講呢 或許各位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說你只能從基本面去著手 這沒有錯 但是你要有一個認知 基本面他是在後面 股價一定先走在前面 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股價先走到前面 有這個反轉訊號 他才會造就後面這個往下跌 而不是等到什麼外資調降平等的時候 各位都是血汗錢 都是血汗錢 你看這哪裡有買點 你說今天反彈了是買點嗎 不是不要想了 不懂的投資人覺得對下來就買了 對就賠錢了 不懂的就是之前資源什麼細資財 IP細資財怎麼樣怎麼樣 對你去看看我們 我沒有跟你推薦過資源 IP是日財 我只講過創意而已 為什麼不選擇資源 你去我們再看資源的長線 我把資源的長線 我們打資源的這是日線 這是反轉訊號 好我們來看資源的長線 對月線月線 月線這是已經是一個尖頭反轉 這是一個ABC浪的反彈 跟現在的大盤一樣 簡單的說這段反彈 它是一個空投趨勢的反彈 所以為什麼 我不會去跟你們聊資源的原因在這裡 就好像我跟你們講聯發科 道理一樣 我們再打一下聯發科的月線 對不對 聯發科我說過的 這是不是一個什麼 M頭對不對 這對照過來 這是一個回測頸線 是不是 你看起來這個是空投的反彈 他不是走多頭 瞭解吧 為什麼我們跟你們講創意 創意我在八月份講的 我們來看一下創意 你就比較出來 什麼叫多頭 什麼叫空投 這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不是多頭 是不是 看得懂嗎 如果到這裡你看不懂 那你完蛋了 你不要相信認為你真的能在市場中 我告訴你不可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判斷趨勢的方式 我瞭解吧 好再來 所以說除了資源之外 接下來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有像這檔股票立專 這個你也要小心 立斷 不看基本面 也不用談基本面 股價已經告訴你有問題了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 我說過了 當股價出現往下缺口的時候 先跑再說 這個是第一時間 錯過第一時間的 接下來等反彈 測試壓力 會不會來到這裡 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股價已經往下了 這個就沒有買點 瞭解吧 好再來 我們看一下 那在我過去錯過了 我過去講過很多底部的 對不對 現在比較少了 現在比較少了 不是沒有 還是有比較少 那有底部就有怎麼樣 就有頭部型態 對不對 這個都我們過去分享的 我們過去分享的底部型態的很多 那這個過去的不講了 滑幅 這個也是屬於底部型態的 也超過一倍了 好 那有底部就怎麼樣 就有頭部了 我們看下一張圖卡 記得 直接看下一張 有底部就有頭部 有底部就有頭部 那最近有沒有出現 頭部的股票 有 我們看下一張 普類KY是不是前兩天講的 對 對不對 二十五號二十六號 好像是昨天 對 昨天講的 我昨天講的 他是反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對照一下 今天他是打到跌停盤收上來 但是各位 可是他形態已經不好看了 對 他這裡 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昨天他是不是反彈來測試壓力 對不對 對不對 今天又打到跌停 但是他價格還是在走向下趨勢 理解我的意思嗎 那你說普特的KY的基本面 這個月跟上個月有不一樣嗎 沒有不一樣 但是股價有沒有問題 股價他已經出現問題 股價走勢 所以我說這個市場 你能相信的 唯一相信的就是股價走勢 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回到我們的字卡 所以說 如果說這個破了 昨天還給你跑 你還不知道 今天又跌停板 這個是一個什麼 回測 我們講過 這個是一個M頭 這樣子講吧 第一個時間跑是破的時候跑 要嘛是肥測跑 懂吧 是不是我講的底部形態也是一樣啊 底部形態要嘛第一時間買 要嘛回來測試買 這個頸線不能跌破 這個頸線彈不上去 他又往下 瞭解吧 所以說 如果說你看不懂的 莫名叫吃了一根跌停板 看懂的 換個方向 如果做空就是掌停板 當然做空 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這個真的是需要 要懂的人才會做 不要亂做 不要亂做 我只是跟你們講趨勢 好 再來往下 這個偵測也是 這個偵測也是 這個是一個什麼形態 這是一個頭肩頂的形態 像這種就不要找買點 彈起來要找賣點 懂吧 如果有的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掃描我的QR Code 讓我來幫你 好 那這個是兩維 這個也是喔 這個都已經破了喔 有沒有 破了第一時間這裡就要走了 如果不走 彈起來反彈要不要走 這個也要走 好再來 這個天月電 這個也是 這個都股價已經在跌了 這個盤了這麼久 這個也是 在頭部的標的比較多 越來越多 我只能跟你說越來越多 高麗也是 高麗這也是M 這個破了 這如果彈不上去 後面就會再下去 這個是僅限壓力 除非能站上去 好不好 時間有限 那記得 我說過了 只要你手上有問題的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趕快掃描我的QR Code 讓我來幫助你 OK 好 謝謝少凱老師 我們休息間廣告 馬上回來